近年来台湾和英国艺术文化交流活动频繁 英国文化协会全球执行长马丁·戴维森日前来台 拜会了文化部、教育部、故宫博物院等相关单位 希望就双方未来在教育以及艺文交流的模式展开更多讨论 2012年伦敦奥运成功举办 为英国原本就蓬勃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天口碑 近年来英国积极扩大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力 英国文化协会全球执行长马丁·戴维森访台 希望为台银双方开启更多交流 我认为台银有很多感兴趣的机会 对台湾和英国的关系与台湾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投入能力和努力 但我们需要强烈的伴侣 在台湾里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样的能够做 你只能够做成为一般的关系 台北市获选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 渴望推升在国际的能见度 台北市文化局7月也邀请大伦敦市 文化战略部长贾斯丁·西蒙来台 对于台湾的资讯科技发展 文创软实力 国际竞争力 马丁·戴维森相当看好 我认为在这些训练和人们的训练 有很多诚意在台湾的文化 我认为有一个真正的意义 在找到一个方法的训练 这些文化的文化 我认为这些真正的选择 但也认为台湾是很严重的文化 我认为有很多感兴趣 在这些工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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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担任英国文化协会全球执行长 青年多莱 已经造访多个国家的马丁·戴维森 此行也拜会文化部教育部 故宫博物院等相关单位 希望拓展台英双方学术及文化各项交流 新唐亚太电视林凯文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